这一连串地震呢 灵星灾情频传 山西路一栋屋林84年的日式老屋 经不起强烈的摇晃 完全倒塌了 所幸屋主一家早已搬到隔壁新屋来居住 没有人受伤 而面对各地灾害 立委刘兆豪表示会协调中央部会支援 来协助把损失降到最低 摸黑帽雨赶紧来查看 眼前的景象让屋主无奈叹息 这栋屋林84年的主错 不经强烈地震晃动 后一身倒下 所幸屋主一家人早已搬迁到隔壁的 行屋居住 无人伤亡 台中县17号晚间发生规模6.4强震 位在市区中山路一段的日式老屋 应声倒塌 据了解建筑市日志时期 福岛移民村遗迹 已经有20多年无人居住 近年来都作为校园环境教育场所 屋主表示后续会将老乌瓦和堪用的木材 回收处理 再来看到位在镇央关山镇的年米厂 也因为地震侵袭倒塌 出估财产损失高达上千万 而距离教园的城工镇 同样有灾情传输 在台11线119公里处 嘉平5号桥 桥面伸缩凤出现军裂 目前战不影响行车 而台东余政不断 县府持续掌握灾景报告 投入灾害应变工作 而立委刘兆豪也表示 将全力请求中央部会支援协助 陆续我们包括一些公共设施 无论是学校或者一些 桥梁道路的损失 我们会协助 也要求中央政府 能够来积极地来协助 我们地方尽快地 做一些抢救 恢复或者是应该要先建的 我们重新来建策 中央地方一心积极抢救 恢复各项损害 希望把灾害降到最低 尽快恢复民众正常生活 记得下集会台东市报道